随着事件范围内的疫情加重 美南报业电视集团发行人李卫华先生 在疫情期间开辟疫情日记专栏 让更多的观众了解疫情对世界经济 文化 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冲击影响 关注美日国际最新动态 成为第一线新闻资讯 下面来看美南国际电视特评 凶猛的野火上周来正在席卷美国西部 加州 俄勒岗州及华盛顿州 至少已有33人丧生 还有无数失踪者 俄勒岗州州长布朗已经宣布 全州进入紧急状态以做好最坏的打算 该州已经有4万居民被迫离开家园 在加州已有300万亩森林遭熔火之灾 州长纽森认为起火原因是因为气候变化所造成的 旧金山这座美丽城市已经笼罩在一片暗红色空气之中 这是加州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 川普总统在视察灾情时 仍然指责州政府在清理森林之工作做得不够 因而容易引起火灾 德州州长埃伯特已经派遣50辆消防车 及190位消防人员前往加州支援 今天美国西部各州仍然在焰火肆虐之中 加上新冠疫情之继续蔓延可以说是我们最难挨的夏天 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议 全球在遭到气候之袭击 这是造成火灾之部分原因 面对人类未来之共同存亡问题 我们能独善其身吗 感谢观看